围绕中国与土耳其之间 就疫情防控展开的合作 邓大使表示 两国从政府到民间 一直在携手互助 挽救生命是第一要务 中途在抗击疫情方面 开展了很好的合作 在污渗方面 中国发生疫情之后 土耳其的官方以及民间 都向中国提供了援助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件小事 有一个土耳其的企业家 给我写信 说希望向中方捐赠十箱 它所生产的蜂蜜 帮助患者和治愈者 来提高免疫力 在土耳其出现第一例 确诊病例之后 中国也是方方面面启动员 你也知道 我们的中资企业总商会 华为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都向土耳其提供了帮助 地方政府也通过他们的渠道 也提供了物资上的支持 4月10号的时候 土耳其的医学专家 和中国湖南省的专家 进行了一次视频连线 就新冠肺炎病例的诊断治疗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 技术含量很高的 也非常管用的交流 总之 这种交流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尽量的挽救生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